中共史上首次 習近平為二十大再加速 上海市街頭出現奇景 復旦全數亂 催淚彈出動 台灣試射無限高導彈 紅星導彈亦進入量產 莫斯科號被擊沉前 美軍P-8偵察機匿蹤延伸黑海 日本最新聞調顯示 超過六成主張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 歡迎收看 中共官媒新華社4月20日宣布 為貫徹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指示 當局在4月15日至5月16日就中共二十大的相關工作 在網上徵求公眾意見 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就黨代會的議題 向中國百姓徵求意見 消息一出 熟悉中共歷史的人馬上聯想 毛澤東以鼓勵大膽明放為房子的 隱蛇出動 之後中共發動反右運動 凡是響應毛澤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中國人 都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 毛澤東後來說 只有被牛鬼蛇臣出籠才容易殲滅他們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 習近平為何在現在這個時候 提出徵求民眾意見 中共當年發起反右運動的背景包括 在中國國內中共掌權後 逐漸顯露出真面目 令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百姓的矛盾不斷佔銳 社會矛盾也開始出現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 在百家爭鳴開始後 甚至有人提出 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 形勢非常嚴重 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 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 請共產黨下台等 在國際社會 蘇共獨裁者斯大林死後 黑魯曉夫掌權並開始黨內清洗 影響到波蘭、匈牙利等國 令共產陣營出現動盪 也令毛澤東等中共黨魁坐立不安 開始擔心中共政權的穩定 這與中共目前的處境非常相似 還有觀察人士注意到 從新華社的報導看 民眾要提交對二十大的意見 只有通過三大黨媒 即是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央廣總台 以及通過學習強國開設的專欄 這就徹底過濾了中共不想聽的聲音 發揚民主、習思廣益顯然是一句兇話 時評人江森節分析說 習近平這樣做的真實目的是 通過習家軍掌握的官媒 以群眾的名義給黨中央提意見 講深節預測 最後群眾提出意見其實只有一條 就是請求習近平連任總書記 之後 習近平就可以將這些意見提交給黨中央 以群眾的名義要求中共中央接受習近平連任 換個角度來看 如果習近平必須通過中國百姓來勸進 顯然也反映了中共內鬥的激烈 幾個月前 外界普遍認為 習近平二十大三連任已經是板上鐵釘 但現在看局勢在變化 中共高層內部的生死博弈 又會為中國以及中國人帶來怎樣的衝擊 中共黨魁毛澤東當年 為黨內鬥爭引起了好幾場政治運動 改變了無數中國人的命運 今天中國人是否會損害這些災難重現 是各界都關注的問題 上海市官方4月20日通告稱 全市疫情近幾天呈下降趨勢 上海16個行政區中 金山區和崇明區已達到社會面清零目標 似乎在為解封做輿論準備 但從民間傳出的消息顯示 現在替上海人高興可能為時過早 五一臨近二十大將要召開 上海人以及中國人的苦日子還在後頭 20日下午傳出未經證實的消息說 福丹現在在搞事了 校園內一片混亂 警察已到場 校方切斷校內網絡 甚至據說還用上催淚彈 消息源頭並沒有解釋騷亂的原因 以及具體發生的時間地點 而且只是以文字形式流傳 沒有現場相片和影片 因此此事傳得並不廣泛 相比之下 福丹校方反應卻似乎大幅度而且迅速 20日當晚6時17分 就是官方微博發表嚴正聲明說 有網絡傳言造謠 福丹現在在搞事了 目前校園平穩 私生同心抗疫 對這種無中生有的造謠行為 表示強烈譴責等 40分鐘後 中共中央級官媒 中國新聞網就在官方微博 轉發上述聲明 並跟進報導 但評論區有不少人 反而質疑說 辟謠的估計是時間 與上海市府別無二致 妖孽聲稱有謠言 辟謠了好像又沒有辟謠 福丹屬實是不行了 20日還有多個影片顯示 上海市開始封路 用鐵絲網截團交通要道 封鎖小區 這個看起來也不像是準備解封 有網民透露 上海現在必須持證上路 有特許證才能出門 有人憂心匆匆預告 感覺饑荒會更嚴重 即使百姓不上街 老實留在家裡 也避不過中共的鐵拳 有上海人20日在微博披露 自己殺雜事的主管 在已經陽性轉音兩日後 被警察強行叫開家門 帶到荒瘡 這位網民議論說 凌晨有人叫門打110也沒用 因為叫門的正是警察 這就是上海防疫 上海式清零 時政漫畫家變態 那招評價說 上海多次發生強行叫門 將人拉出去旁邊的情況 再教育集中營變成了 再治療集中營 遙遠得似乎跟你無關的 維吾爾人的遭遇在上海複製了 清零成了一場政治運動 上海是一個廚窗 展示中共集權 其實被封的不僅是上海 類似的悲劇在全國其他地方也在上演 20日傳出一段錄音顯示 長春在風雄中也淪為地獄 錄音中 一個小孩餓得不斷哭 我要吃飯 我要吃飯 家長控訴說 和平年代還要把我們餓死啊 是不是不讓人生存了 另一段沒有那名事發城市的影片中 夜色鞋一個女生站在空蕩蕩的街頭 淫一說我想找點東西吃 《已報》20日發表一篇文章 作者署名一位上海居民 文章題為 站起來做自己的拯救者 作者說 中共國家機器不僅奪去我們對生存和生命的自主控制力 還狠狠地採押了我們生而為人的尊嚴 在21世紀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上去 我們飢餓、恐慌、無助、寸步難行 除了哭泣、憤怒和等待 我們如何才能擺脫困境 作者給出自己的答案 目前的種種防控措施 並不是為了救民 而是為了維護所謂的政治穩定 而是為了確保某個大會的勝利召開 無人會成為我們的救世主 我們必須做自己的拯救者 讓我們用清晰的聲音 喊出我們的不滿 用行動上的不服從 表達我們的抗議 用各種形式的非暴力抗爭 來對峙扭曲失犯的公共權力 因應中共武力威脅 台灣各項導彈計劃陸續啟動 除了射程可威脅中共東部戰區的紅星導彈開始量產外 中華民國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 還在4月20日至22日連續3天試射無限高導彈 綜合台媒報導 台灣中科院20日晚試射無限高導彈時 現場強烈光芒瞬間照亮整片野空 吸引很多民眾在路邊住足觀寒 同時軍事專家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傑仲 20日接受《自由時報》採訪時 提到紅星導彈量產問題 他表示如果紅星的射程可以延伸到1,000公里 不僅可以涵蓋共軍東部戰區內 絕大多數的陸海空軍與火箭軍基地 亦能在導彈飛向目標的過程中 設計更多轉接來溫淆共同的防空系統 增加突破共軍防空網的機率 紅星系統是地對地巡翼導彈 亦就是增情形的紅2E導彈 揭中指出 如果射程增加至1,000公里 理論上中共東部戰區所核的江蘇 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和上海等6個省市中 只有江蘇省北部不在射程範圍內 據台灣軍方之前發布 今年進入量產的紅星系統射程 估計可達1,000至1,200公里 英國《泰晤士報》4月20日披露 俄羅斯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豪 這月13日被擊中前 一架美軍P-8海神式海上巡邏機 剛好在附近 消息再次引發熱議 報道研判 美軍P-8海神式海上巡邏機 當時是在追蹤莫斯科豪 並將它的位置提供給烏克蘭軍方 報道還指 13日當日 這架P-8巡邏機從意大利西西里島的美國海軍航空站起飛 在抵達黑海前就關閉追蹤器 因此無法通過飛行雷達24網站進行在線追蹤 此後偵察機在羅馬尼亞克海沿岸停靠 試圖定位俄羅斯黑海艦隊位置 最後偵察機離開黑海後 無奈重返雷達營幕 引力中跡近3小時 航空數據分析師史密斯 還告訴泰伍士報道 13日並不是有P-8巡邏機 當日在黑海沿岸活動的美國飛機其實不少 不過美國海軍拒絕證實是否通過共享情報來協助烏克蘭軍方 日本外務省4月20日公布一項民調結果 顯示有超過60%受訪者認為對中共入侵領海等行為 日本應該採取強硬態度應對 據中央社消息 外務省這一項有關外交政策的民調 是在今年3月17日至22日期間以電話方式進行 目標人群是日本全國年滿18歲以上男女共1,000人 在其中一個部分 即今年9月日中建交關係正常化將滿50周年 日本對中國外交關係的重點 有61.6%民眾選擇對中共入侵領海等行為應採取強硬態度 有50.7%的受訪者選擇應要求中共尊重人權、 自由、民主、法治 只有28.2%的人選擇 有關地區及國際社會課題應加強合作 日本《殘京新聞》報導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小野日子 2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民調結果表示 日中之間存在各種懸疑未決的問題 而這就反映在這項民調結果中 對於中共公務船多次到吊兒島列罪海域航行 小野日子說 這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日本絕對不能容許 好了 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 下次再會 請問請 請旁邊 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